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今年的公投案有四張選票 原本是8月28日要來進行公投的票選 因為疫情的關係 原後至12月18日也是星期六要來進行 在依然市整個選舉作業的人力要有1100名 所以依照規定會在投開票之前 我們來辦一個獎席會議 這個獎席會議也因為疫情的關係 沒有辦法像以前這樣分成兩梯次就來完成 因為防疫作業我們每一個場次都在60人以下來進行 所以等於要辦理很多場的獎席會議 不管是我們的工作人員 還是說協辦的這些事務當然會比較不方便 但是這個也是上次大選之後第一次的公投案 上次大選是合併公投 所以整個選舉秩序非常的混亂 甚至還在排隊已經投票時間截止了 造成這個混亂的情形才會再修法 經過立法院通過之後第一次的獨立的一個公投 因為以前我在選舉的時候都是被候選人或者是 進選總部的總幹事主任委員等等都沒有參與選舉的事務 因為怕影響整體的公平性 但是這次就沒有合併這個大選 所以我就沒有辭掉這個選務作業中心的一個主任 所以我也以主任的身份要來請我們所有在宜蘭市投開票所作業的選務人員 共同來完成這個任務 畢竟這個是國家賦予我們的責任 我們希望說在一個秩序非常良好的情形之下 大家共同來完成任務 也能夠讓這四個案最後的結果 這個公佈讓所有的國民知道最後的一個選舉的定奪 我們希望說這次相關的作業大家共同來配合 相對比上次的大選合併公投是單純多了 但是作業也都不能疏忽 因為這個也是真正的一個選舉案 在於我們最重要的就是說選舉的公平性跟公開性 這個我們也在秩序良好的維護之下 要來完成這個作業 公投當然也有人認為說 利用這麼多的資源社會成本國家成本來進行公投到底值不值得 不過現行的法令就是這樣 而且也經過連署門檻的通過 所以我們就依照法令共同來完成 我們也希望說這個完成的任務 能夠讓我們公命參與這個國家的公共政策 能落實到一個民主進步的一個階段 讓大家都享有自己要參與這個公共事務國家政策領域的一個方向 也讓我們真正的公投法能夠落實在我們的這個生活 大家共同決策的範圍之內 我們由我們市公所主辦的投開票所管人員的訓練會 那我是參加第九T次 那這次的投票是屬於公投議題 讓我們的公民能享有參與公共議題的決定跟投票 那我們擔任管理員的 就是必在那邊在現場要注意那種投票 所有的秩序跟管理規則 以客觀的擔任這份的工作 來完成這一次的公投的任務 這一次的全國性的投開票所 我是主任管理員 那相信這一次在我們的江市長領導之下 所有的工作人員一起努力 能夠讓這一次的公投呢 能夠順利的完成 謝謝 那個編號 你看一下信封裡面有一個個投開票所的對照表 你就可以知道你在哪邊擔任工作人員 你自己工作人員的同事還是朋友 他們有問的時候 就是跟他們宣導一下說 就是看封面 你是3號4號5號 我們總共有81號吧 就對一下這樣就知道了 九路雖然是相對的單純 但今年有防疫工作的挑戰 更不可以鬆懈 請大家務必要共同努力 將選屋和防疫的工作 都做得盡善盡美 本次製作的動畫教材 也將投開票所防疫措施 那為教育訓練的重點 請大家一定要確實遵守標準的作業程序 嗯 領票 訊票以及投票的動線很順暢 方便讓身心障礙投票權人使用 規劃的防疫動線 也能讓有呼吸到症狀或發燒的投票權人順利投票 明天的投開票工作都確認好了 主任監察員還有沒有要提醒呢 一切都沒問題 我相信明天一定能順利進行的 那我們明天早上 依規定時間準時到公所報告 跟警衛人員一起領取公投票 及投票權人名測 請大家